交点三 遗传并也演化 达尔文不明了遗传原理 达尔文与华莱士在1858年提出了天哲说理论的时候 还不明了 性状是如何遗传的 那对于遗传了解是 孟德在1865年提出了遗传的基本法则 但这遗传基本法则一直到20世纪初才受到重视 那遗传演化论跟遗传学说的结合 在20世纪初 学者综合了演化论与遗传学的概念 运用到族群遗传学的研究 为生物演化的机制做了深入的解释 第一个 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 可能会因为遗传到不同的等位基因 因此在形态、构造和功能上产生变异 第二点是 经历了许多代之后 任何的等位基因在族群中的频率会发生改变 甚至从族群中消失 三 等位基因在族群中的频率变化发生改变 使得生物族群在形态、构造、功能上逐渐变化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演化 第四点 不同的基因组成的个体 其存活跟生殖能力有差异 那个体具有适应环境的性状 其存活率或生殖率都比较高 因而有较多的机会可以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天者 族群是演化的基本单位 天者的结果使得族群中某些等位基因的比例会发生改变 而族群的遗传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那天者和突变都是会改变族群的基因频率 遗传结构进而使族群发生演化 那这张图所表示的是造成演化的原动力 造成演化的原动力当然是要有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包括有突变 基因流动 基因飘变还有天者 那不管是突变或者基因流动 基因飘变天者都会使等位基因 也就是对偶基因的频率发生改变 那频率发生改变的话 当然就产生了演化 例如在羊的族群里面 具有长度不同的个体 有些是长毛的 有些是短毛的 那当环境变热的时候 长毛的个体是容易存活 可是当环境变热的时候 是短毛的个体容易存活 所以生物有各种不同的遗传变异 但是会经过环境的筛选而造成演化 那天者的另外一个例子 像这张图显示的是自然选择的机制 图的左边是在淡色的树干上 栖息的很多白色额是比较多的 黑色额比较少 仅占10%左右 这是由于黑色额在淡色的树干上 颜色比较显著 容易被鸟类捕食 那若干年之后工业发达 工厂冒出的黑烟 把树干都染成了黑色 就是图的右边 那白色额反而变成了目标比较显著 容易被鸟类捕食 日渐减少 那黑色额就逐渐占优势 在族群中就上了80% 那这种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也就是天者 那昆虫 或者一般细菌会产生抗压性的原因 也是一样 原本具有抗杀虫剂的等位精 原本就存在族群里面 但是它是因为突变所产生的 所以它比例是比较少的 当时当人类大量使用喷洒的杀虫剂之后 具有抗杀虫剂特性的个体存活下来 并且把这些基因传给子代 那这些有抗药性的个体存活下来之后 会大量繁殖后代 所以族群里面 抗杀虫剂的个体比例就会大幅的增加 使得杀虫剂的小益降低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抗药性 有关于演化的机制下列何者错 我们看A 天则可以决定生物演化方向 这是对的 A是对 B生物体若无变异 演化就不会发生 这也对 C为了适应环境 生物体会调整变异的方向吗 这是错的 生物体自己不会调整变异的方向 遗传变异是没有方向性的 天则才有方向性 那诸选项 能够适应环境的个体可以生存下来 这就是天则 这也对 所以这一举是选C 下列何者不是达尔文天则说的内容 A 生物的演化是长时间连续变化 这是对 B 同一类生物都是来自于共同的祖先 这也是天则说的内容 C DNA是可以代代相传的遗传物质 这个叙述虽然是对的 但是并不是天则说的内容 所以这一体选C选项 那诸选项 天则是重要的演化动力 这一对 最好 感谢观看